《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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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今天 今天不用先休息一下 徐老師先請坐 今天是主策展文節的PT場 今天來跟我們分享展文夜晚的就是 現在剛剛已經跟大家 say hello 過的徐國章徐老師 我們再次國長歡迎 大家都知道徐老師是在台師大上課 我們認識的徐老師 就我來講 我認識的徐國瑜 是先從閃門開始 當然就是看到第九位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篇文章 有一個傳點 其實這是事實 就是說 據說當時就是那評審在評審的時候 覺得這篇文章 我並這麼老練 對人生有這麼多的感慨 還提出了一個第九位 覺得寫無傷的人 一定是上入年紀的人 而且一定很會做菜的 然後一定是說 對很多事情 有很多他的想法 他年紀絕對不可能年輕 像我們學比賽的時候 通常這個評審老師是絕對 不會知道參賽者是誰 不像中國大陸 我們這邊是絕對不知道 參賽者是誰 然後呢 打開來一看 大家一看 許郭呢 還不到三十歲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 我們許老師 老早老早 身體裡面 就住了一個老靈魂 這個文學裡面講的老靈魂 可是事實上 這個老靈魂 其實他是很愛詩的 大家看他的文章 我們大家看老師的文章 很多母詩對不對 看到很多古典詩詞 這當然是因為他們家教好囉 媽媽每周 是媽媽媽對不對 每周都要背一首唐詩 可是那個許老師 從高中開始的時候 是從高中還是國中開始 就開始喜歡新詩 對不對 其實大家在 所以我們在看他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古典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 他很多是現代主義的心靈 那當然 所以呢 談到詩呢 我提到的事是 其實 許郭老師 他在兩千年的時候 曾經得過 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 然後呢 他的散文 大家認識的是散文 他是在2003年的時候 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 就是第九位 然後其實在之前呢 他得過很多文學獎 其實是得獎常課 只是現在講這個好像有點遙遠了 有點遙遠了 好像距離文青有點遙遠 可是事實上 許老師還很年輕耶 雖然他一出道 就被人家認為 他可能像個老夫子 可是其實不是老夫子 他是少年老臣喔 我記得在他在出第九位之後 後來大概隔了 應該是2005年的時候 他就出版了主制文藥 這第二本書呢 其實他會寫的書 其實是跟他自己 對於文字的要求 以及對於一種語文的要求 有他語文的理想 他這本是他一個語文的主書 就是主制文藥 那當時我記得他跟我說 他希望找董喬先生寫序 我真的跟董喬開口了 其實因為他很喜歡董喬的文章 而董喬真的他也不認識徐國能是誰 但是他一看之後呢 董喬覺得他就很喜歡他的東西 董喬就真的幫他寫序了 這是土制文藥 然後隔了七年 好久七年耶 他那個時候大家都在等著徐國能 有什麼新的東西 因為他其實跟同輩的國家不太一樣 你會看到許多古典的精神 而且跟他同一輩子 你好像看不到一種青春的火氣 而且其實他很年輕 可是我真的在他的文章裡面 你只會看到一種還沒老生入定 但是有一些還沒中年呢 就心情為盡中年 不過到了這個寫道 到七年之後 他開始出版了這個《綠麗之陶》 這系列的文章的時候 在我記得這系列文章第一篇文章是 不能算是第一篇 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細兆樓水平》 那當時《綠麗之陶》 《綠麗之陶》的時候 他說這篇文章非常徐志摩 既傳統又現代 然後這是崭新的徐世風格 然後呢就到了我們今天要談的這篇 世人不再 仇也遺去 這就是我們許國能徐老師 那現在呢我們來歡迎 這個二十一世紀 台北的徐芝摩 來跟我們談一談 他的閃文 激情啦!謝謝! 謝謝樹芳的介紹 其實他這個一講就勾起我很多的回憶 因為真的是你看 從開始在什麼文盤展露頭角 現在講這個好像是講這個片報年間的事一樣 其實距離現在 我快有十幾年前的事 我昨天晚上在做這個 想說我來簡單做個PPT 是PPT還是PTT? PPT PTT POP 我就突然有點疑惑 就問我太太說 我當年寫這個文章的時候我們結婚沒啊 我太太就說你自己寫過你自己都忘了 你想想看現在都已經2014年 你這個也大概十年十多年 你應該我們已經結婚了 突然之間才覺得真的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說今天講的比較多說 其實我要談一個三個講座的問題 其實以前我在年紀比較輕 像那兩位中和高中的同學那種年紀的時候 其實我的夢想就是當一個詩人 因為我那時候對詩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追求 我覺得所有裡面沒有比詩 是更純淨的一種東西 可是我反映自己也寫一點詩 不太 我個人確實還不錯啦 可是我哪個大家看 大家都覺得還可以啦 那實際上看看應該寫不是很好 所以我也有點也不能說灰心 就覺得說那我應該繼續怎麼樣的磨練下去 我慢慢發現後來我還想寫小書 後來我覺得我沒有那麼耐心 就是寫小書要慢慢寫得長 慢慢觀察 我就想說帶我來詩詩文 可是我後來發現 詩詩文它有一個比較難處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說應該也有一些朋友 有些朋友是很喜歡寫錯的東西 會覺得說你要寫很深刻很龐大的議題 其實應該用小說起來比較小 對不對 那種愛恨情仇 對不對 最近出版那個什麼 攀美的魔鬼術 好厚好幾大策 看起來一定很過癮 那如果說你突然之間 有一種小小的感悟對不對 今天在這個秋天的夜晚走到季手 還發什麼漂亮的一個世界 然後那個燈火光明 速秋風微微 你這時候寫一首詩是最好 那寫閃文它有時候就有點不上不下 不大不小 然後不前不進的問題 所以怎麼樣去捕捉閃文這個題材 怎麼樣真正的寫閃文 我覺得一直是我到現在還在思考的一個事情 可是現在我想說不要講那麼學術 不要講那麼複雜 結果來講今天覺得寫閃文是什麼 我覺得寫閃文 其實就是一個把生命中的點點滴滴啊 就像不太像這樣子 像台湾有點距離有點嚴肅 我還做木頭輪還做塑塑膠的 真正的寫閃文 應該就是我們大家就死地而坐 或是拿這些小凳子就這樣坐著 一面播花生對不對 然後一面聊一些那個昨天發生的事 就是前天發生的事 小時候發生的事 然後慢慢的在一個時間裡 把自己彼此的那種 幾乎自己都忘記了那些事情 拿來做一個彼此的分享 我覺得那是最動人的一個展文 那所以說這裡我大概也就把我今天要談 很簡單的在這邊放一下吧 我這次的活動覺得他們規劃得很好 每人來推薦兩本書喔 我在想說我要跟我的今天來的朋友們分享 就是我覺得虛擬那個展文 其實不太會沒關係 可是兩個人的展文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曾麗華 曾麗華她是一個非常傳奇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女性 她好像是前年的你們三十九哥的 年度展文的得主對不對 她寫的很少 可是她寫出來的文字 我覺得都是像水雞一般金雕戲弓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 像這一段她應該是叫做蜘蛛與烏龜 是在九月九號那個聯合報章分的 我很少在報章上曾麗華她 難得看到我就覺得 趕快把它存到我的電腦檔裡面 結果都是一個拿出來再看 我覺得這段寫得真好 她就用你這個當自己家 我不是天才對不對 我不是就可以看著譜就可以演奏 可是她說我沒有懷疑過自己 但也從來沒有把戲太大便回事 我覺得這個我只是一個 鋼琴家演奏家藝術家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者 尤其是寫三文 大概比較抱實的這個樣子 第一個我們不能懷疑自己 你不要覺得她講 我的故事這麼頻繁 對不對 那人家齊君的故事一定更頻繁 我們把小雞踩到翅膀 折斷擦麻油都給寫了對不對 我們的故事怎麼會不能寫 可是我們也沒有太表情 所以三文是一個非常平易近人 非常平凡的一個東西 那麼年輕的時候 上過音樂學院 從口袋裡掏出一些烏龜 我覺得很特別 口袋裡掏出來不是手指 人家滑水機還要滑烏龜 為什麼呢 她說我輕其顯慢 你看這個文字多奧 可是你慢慢拒絕一下 我覺得她們兩個味道 是一個翻譯文 這是外國人說的 我欽佩啊 這個烏龜啊 看起來很悠閒 很緩慢 雖然很蠻 山走得很慢 卻呢 不服輸 對 歸兔賽頭 對 如果現在就放棄了 那比賽就等於輸掉了 對 她就不放棄啊 然後呢 形態隱之呢 像者是 我覺得寫作就是這個樣子 藝術是這樣 你如果要想要 在眾人的喧嘩裡面 去得到一些光輝 那是沒有辦法寫作 形態隱之相 無聲的爬向最終 我目規後殼以生命的律動 得到人類生物中 最初的安靜 不只能有他們一點相像 我讀到這裡心裡就有一個感受 唉 那時候我就當作我寫開過 就永遠都不是真利滑線 所以我覺得她這邊很高 好 其實我隨便摘一個小片 她的隨便摘起來都寫得很棒 我覺得那種對人生的一種思考 那種對文字用字的一種激烈 還有對人情事故的一種 帶著一種同情的一種理解 我覺得這個太棒了 大家的機會也看一看 這是我鄭重推薦的 叫什麼書 她現在只出版了兩本三文字 一本 一本 女徒並兩 什麼書版 幾個出版 你出版者 九科專門 九科專門出好書啊 這兩本都沒有這個名字 女徒並兩次真的正好 應該放這本 應該放這本 對這樣子 下面這位愛陌生家 牧師的書 我覺得這很棒 我個人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子 這還是好 不用這樣 然後就找我回來了 我就想 欸 書幫你做 我這樣看 而且你來講一下 我覺得牧欣也很了解 她的東西其實這兩年 因為她去世了 大家都應該好多出版 就要幫她做全職 做的書都很特別 也很好 漂亮 那台灣也有出來 那種辦法 哪裡都有出來 應該是硬科 硬科 硬科有做她的全職 全職 她的全職很多 有詩級 有三文級 我是找她這個 裡面編叫做是童年隨之而去 因為這就是我們講的 有辦法就是 全部是我還去 回頭看看我們人的一生 其實就是三文寫作最好的 裡面有 我們童年怎麼消失 我們童年怎麼禮拜我們 其實我們都不經歷 我還記得那個 以前我們剛考上高中 考上大學高中當地 那個暑假 還要去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大家知道是哪嗎 叫做成功嶺對不對 我們過期在飛揚 身為一頭船 那很好笑的 上去就覺得 你好像長大 踢個大光頭 帶一個鋼櫃 而且我們才知道有一個鋼櫃 還有一個內櫃 內櫃應該還快五年這樣子 然後我還記得 有一天晚上在那邊站位 很省省在幫我家餵我 就有班上走過來 不懷好意的看 我一樣就好可怕 對時種種傳說服 先拿著 阿彼哥過來 阿彼哥來抽根煙吧 結果那根煙抽了一個 我們覺得好像風煙隨之而去 我現在就是一個真正的大人 拿把槍拿把那個 這叫寵服槍 M16嗎 好像給那個開槍一樣 我覺得這部星寫得很好 老婆老婆有一次去廟裡面 跟她媽媽做的 把車搞了一個兩個 一個月吧 一個月 同不了 老婆她送她一個碗 她把她帶給家的路上 然後在那個船上 她拿著那個碗在那邊潑水 潑水小孩就這樣 一潑咻 那個碗就飛出去 一個很珍貴的一個活動 在那碗的齊選中 平平的濁水 也像斷梗的小荷葉 扶著穿著 像船後漸行漸遠 哎呀 這不見了 醒過來 對母親要怎麼說呢 被那個幫她去 本來他們都走了 還忘了拿那船 扶著幫她去山上 把那個管罩回來 怎麼辦呢 她母親就出來 關著一疊這個硬高艾腳 什麼叫艾腳 艾草做的那個 我裡面包了一些豆沙餡 超好做的 你要說那是什麼 各種做法不同 合夥則有合夥則做法 台灣人有台灣人做法 他們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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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南應該也有他們做法 她媽就說啊 你不要怕不要擔心啊 我覺得有這種母親好偉大 是我媽很大膽超級脫上去 叫你不要這樣子玩 對不對 我覺得有一個這種 偉大寬容的母親 其實可以培養一個很遼闊的心靈 我常覺得 我的人生裡面 我媽這一點 我媽有時候搞不清楚狀況 對 她有時候這個 這種寬闊之處 就讓我覺得 壽意良多啊 她媽就很疊怕進來 有人會撈得的 就算是成了 將來也有人會撈起來 只要不要睡了就好 來來來吃東西啊 不要想 吃完來喝熱場 這種事以後多著人 真偉大的媽媽 對不對 小孩的世界很小 所以任何一點點的消失 對她們來講都很大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是那個宮崎駿的動畫 叫做什麼海潮之音裡面說的 可是也很吊詭 大家沒看過 我都不知道要看 真的啊 對她們來講很嚴重的事 可是她媽這樣講 你長大的知道 她說 這句很清楚的意思 回想起來真是可怕的一年 我的一生的確有何故事 比那個月遙還要爭貴千倍百倍的附和人 都以脫手而去 甚至被自己打碎了 怎麼辦 我們的生命中無形傷害了多少人 丟掉多少寶貴的東西 其實我們自己一部分的自由 我覺得夜戴店的朋友滿滿失落的 他說啊 那是啊 這個浮川樂 隨日而去的就是我的童年啊 對不對 這我用起來算得真好 好有智慧 然後我比人死片 只是我覺得讀她的神 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讀了以後我不想寄付 我寫給她 我放棄算了 那這是我推薦這兩本書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概是 她們真的是滿精彩的意思 大家看一看 那接下來呢 講到這個 我自己的一個 卻霧所來俊 人生母 我很喜歡這種小子氣 都很漂亮 可是我都買不起 所以都可能在網路上 看看照片 就破個竿 今天就是以違背著作權的方式 所以你看我剛剛打廣告 他們是這個 你看我免費挖做廣告這樣子 這個小孩大概幾歲 我不知道 很可愛的 最早的時候 對不對 人生這麼小的時候 其實對很多事情的記憶 若有不若 有時候甚至你只記憶過一個片段 我有一個年紀越大一點的一個 老婆講說 他還記得他小時候 聽到收音機裡 傳來阿姆斯狀登陸月球的懷疑 說今天發生一件大事 美國太空人阿姆斯狀 剛剛他長大以後 我就算一算阿姆斯狀登陸月球的時候 他說他那個時候好像才三歲都還不到 可是怎麼可能就有 可是他就說他記得很清楚 沒有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我們人生很奇妙 如果說你喜歡寫作 你想要寫作 你要長生寫作 其實小時候的記憶是最值得寫的 你看阿姆斯狀登陸月球的那一天 對不對 你就可以寫片子 那時候你可能還兩歲 可是你現在在看的月亮 在想到對不對 那個月亮屏裡面可能是什麼 邪惡的機器人屏 躲在那裡的一個機器 其實人生裡面變化很大的 那個其實是一個 蒼蒼一顆月亮在天上 我就想到其實在那個 我錄影碼裡面寫到一段話 很小的時候 我為什麼惆悵寫作 共的家庭們就回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 被帶去了我的外父父家 他那時候還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 好多的大理 大家很興奮 為什麼呢 原來我的外父子 我外公啊 包含得了一個叫做什麼 國軍文藝金這樣子 好想你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嗎 大家知道那是什麼嗎 蘇芒知道嗎 也不知道 所以我後來這前兩年 我西藏來了一位了不起的老師 就是陳醫治老師 他也在戀父的主義 我去問他知不知道什麼叫 國軍文藝金這樣子 這個我知道 國軍文藝金這樣子 對 他就說那很大的獎 當初是什麼王生將軍 怎麼他弄的 我不是說真的嗎 那很了不起嗎 他說是啊 那個時候獎金很多很多 我就拿怪號更高 你還買蛋糕 還切蛋糕 可是我覺得重點不是在那個 小時候這一個獎的什麼理解 也不是有什麼 可是在那種氣氛裡面 對不對 一個小孩在住座大里 那個大叔會的玻璃的 那種反射人生衣箱 在迷離中或遠若氣 思真思幻 就像這種用木桌 這個桌子其實有點類似這樣子 它雕作的那個反文入籍一點 有一個那個講座 然後旁邊上還放了一個紅葉蛋糕 對不對 那我的夢想就去吃那種椰蛋糕 可以打開畫裡面有一個九字櫻桃 還有綠的 我沒有辦法櫻桃染成綠色 這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其實我很想吃一塊 可是人生就這麼奇怪 切了以後 你分道理又沒有不是你想好看 上面就是一塊什麼那種黃色的 像桃子一樣 不知道是什麼 杏桶嘛 對不對 都抱不吃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其實人生裡面 這麼小的一個記憶 也許這就是走上文學的最初的一個記憶 可以長到大一點 因為他都沒有做男生的種子 我是要把一個年紀相仿的女生 對不對 我們就不要管心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我覺得童話的世界 我覺得寫作裡面就是三個 讓我們可以追求瑞智 追求福亞 追求五點三 我覺得有種帶點同學很好 我現在慢慢的覺得其實最困難的文學 反而是寫給兒童看的文學 因為我們人長大了很多 都有點失去我們的童心 我們可以模仿小孩的語調 我們可以模仿小孩的語境 可是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回到那個兒童的世界 所以這個早期寫的作品 講說這個冰淇淋的小便 對不對 你看那個藍色的冰淇淋紫色的 我覺得每一種冰淇淋都有他的一種童話想像 所以我們在大人 我們現在長大我們在寫作 可是如果說你帶著一個比較冷卻的眼光 跟童年的自己來看這種東西 其實也可以寫出蠻多有趣的東西來的 再長大一點來 就是面對學校 我現在覺得學校是一件很商量心的事情 他幾乎決定我們人生的所有人可悲 可以一直都在我們的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 高子中學裡面慢慢的行速而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愛的教育 我小時候蠻喜歡論書 我現在還是 因為小時候那個翻譯好快 在下面就是翻譯的 他那個文言文官 半文半白 看得不太懂 那現在看覺得倒是蠻有味道的 對不對 愛的教育的第一句就是說 結束了三個月 夢一般的暑假 我現在就很有這種感慨 我現在就很有這種感慨 為什麼暑假不放六個月 太過分了 所以人生就是有一些永遠把握不住的東西 你看 穿著新的制服 帶著深了一面級的驕傲偉觀 對不對 回到校園中 哎呀有些同學都有點轉變了 可是還有點熟悉 而且我總之也每次在校園打掃我這邊 有沒有 陽光照這樣 那個懸浮了灰塵地 可以看好清楚 而且小時候 我們東安國小時候在這邊樂 每次少都要放很奇怪的聽樂 所以我們去木瓜樹木瓜糕什麼的 木瓜成熟味道 弟弟伸手像我一樣 樹太高摘不到藏豬乾彩 為什麼你知道放這個 你們小時候掃機的都會這樣嗎 所以我回到他放什麼 放貝多芬的什麼第五號教養學 不知道 總而言之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那裡面有很多心意可愛的東西 你拿來跟現在的生命對照 哎呀在這樣吃這種可愛的歲月裡 有小偶的歲月裡 需要去這個學校 對不對 這個心理混沌的 剛剛洗過拖把的一種髒水感 這個是那個時候的心情吧 長大一點上國中 開始的人生有點不一樣 欸少年名這個作品 那時候寫出來還有很多寫心愛 跟我們反應 我就說欸你這不錯的 很畢致啊 你知道現在的同學 那個浮華的年輕人啊 那個體會一下 因為我說你這樣寫 你媽看了 你爸看了不會很難過嗎 我就有點難過 對齁 我就跟我們媽說 欸你看這個會不會很難過 他說不會啊 你寫得很好啊 當然就我們就是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我覺得不錯啊 你以前真的很結實 對不對 好捨 一年都挺多一看一部電影 不像這樣的同學 天天看電影啊 看電影好貴啊 父親都不太群 因為他可能省錢 然後我爸是做工的 工人 有時候去工地幫他送飯 送水啊 送些工具什麼的 什麼 送一塊一條牆壁郊區 什麼的 哇就這麼想說 你看哇還大 他用那個紅磚牆有沒有 所以你看你把這麼多的紅磚 你把一樓搬一塊 兩塊錢一樓搬到四樓就是一塊錢 算算看那個時候 電影不叫一百五 對不對 那你把紅磚從一樓挑到四樓 那個是不是太可怕了 你要搬三百塊的錢 那可以拍一部電影 那你想想不會覺得 電影不要看 沒關係 就是去盜版人家 跟人家燒一樣東西 都還沒有這些東西啊 所以兩層從現在很喜歡盜版 那種東西 我今天照片會有這些問題嗎 其實我覺得 小時候的一些生活經驗的那種觀念 其實默默的一直影響 我們現在這種性格 雖然有時候像是有點缺 不太缺錢 就是不要說太多一點 就是小錢還花錢 可是有時候真的有點規模 就覺得那個便當本來八十 你下午要去把他變八五 心平我只有多少 我就覺得現在 我現在檢查一下 有飯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樣 沒意思 幹嘛這樣啊 人家那麼辛苦 賣編當 你這五塊錢還跟人家計較 可是我覺得到就是 我覺得人生裡面 點點一些東西 是累積在你的 累積在你的生命的裡面 你就是沒有發現 所以你的寫作有時候 就是你發現這個東西 重新檢視一下 為什麼會為了那五塊錢 就悶悶不樂一整個鐘 不是啊 一直都悶悶不樂 所以我就想到那件事情 對不對 我想如果是那種有錢人 他會覺得 有嗎 不是你錢的這個價錢嗎 不用一向他找年快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們去回應一下這個 重點不是在計較你 而是去回復你的生活 回復你的成長 因為那個不是你個人 那整個時代的一個成長 也就是一樣 對寫作者來講 我覺得最美好的是在這些地方 對不對 上高中漫畫這個女生 高中漫畫絕呆 我覺得人生就有這種時刻 那十六七歲 嚇往的夢幻 嚇往的美麗 我就是在大概十五六歲的時候 大家只看了很多文句 所以我到中考上 國三的時候 大家都在念平衡的數學 我在看什麼三國演藝 在看什麼黃春明的什麼 那種看海的那種 有愛自己的 雖然這個世界 比我有台北小孩 太遙遠了 可是我那時候看完 就覺得好鬱嫩好鬱嫩 我就很想碰到黃春明 想問他說 結果這個故事的結局 到底有後來的故事是怎樣 他等得到嗎 就是一直會有 會覺得那個故事 一直盤對在你的內心裡面 有揮之不去啊 就覺得很喜歡這種老師 那當然高中人已經考不上了 所以我就只好去念那個死地高中 可是我覺得考不到 現在的同學當然沒有落榜 現在已經沒有人落榜 除非之前什麼台大醫學院 也有那麼多人啊 但是非台大醫學院不念 我覺得那種人也蠻了不起的 吃一條好漢 比自己的期許這麼高漲 那個當年不讓我念書了 現在我現在變成那個師大老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要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 你明明都會 比如說你害我來復仇 我就也會復仇 當年你要我現在好了 我就要我來親手毀了 我覺得以前 你知道以前念師大的 這是我的同事 比如說以前就是一路他們 高中畢業就是最好的學生 然後就念師大老實 因為他們背後分數很高 世大林文系是社會組裡面前十的 國文系是前二十的 那個世大林語系是畢業的 對啊 他跟他講 不但不用學費 你現在學校還給你那個 給你生活費而已 還讓你管吃管住 然後一畢業就有工作可以做 而且是穩定的 做一輩子的工作 可是那時候也要念得不見得多 當然也是那種家境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說富裕人家 就是功課很好的人 所以我的同事他們都是 從小都是低伏 小學都是裡面人家都什麼講的 市長講的 都比國安校長講的 對不對 都是那些女老師 從小字又漂亮 英文單字背超多的 下課都在那邊練習算數學這樣 我們也不是跑低色 我們不是跑去廁所 所以我跟人家什麼定狗屁啊 我還可以說到他們打球這樣 打類不好 可以要去打 對不對 反正就這樣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他們都很優秀 都很解除 所以他們交出來的同學也都很優秀 可是我覺得他們有一個人 他們很好沒有顧慮到那些 成績不太好的同學的 那個心裡面的悲哀的感受 我前兩年在臉上看到一個人 一個當然不是五十 一個大概五十般的一個人 一個大學生在教育其他人 他改了國文 國三生的作文 他就寫上去貼出來 那個作文叫我的父親 那個作文 他用那個照相 他用手機照片上傳 寫得很短 我看他就寫了兩百隻三百隻歐刀 字眼很無傳臭 錯字一大圓 什麼我的父親給我的一把什麼鬍子 然後他也圓圓圓的肚子 我看他趕快去弄一下 什麼他平常都會工作到很晚 如果第二天是假日 他就會睡到很晚 他說給我一百塊錢 然後我去買早餐 然後剩下錢都給我當另用錢 什麼他對我其實也算不錯啦 他其實就是 最後一個他就是一個 我們大莫斯的公認 對不對 就是老師他把他改了很多 改錯字 就是他還喜歡改了一個聽聞 所有不知是我的原因 其實我看信仰蠻難過的 我個人覺得其實 那個普通更新還可以 雖然一定去改的一定是一個人 可是我覺得你仔細看一看 一個瓦斯公認的父親 對他小孩的感情一定也是很深 他小孩對爸爸的愛一定也是很深 他爸爸給他一百塊去買早餐 我看沒有剩下多少錢 而且那個一百塊 他一定是那個皺皺的充滿了汗水 就是那種崭新的一千塊 而且他還有兩千塊的套餃 對不對 絕對不是那個套餃那個樣子 我就想不到可是 我小時候也是我爸在工地 我保訓不知道是做什麼 他又叫我 因為有幾個工人他們做我們在吃飯 我爸就叫我拿 他就拿一百塊給我 我那時候第一次拿一百塊套餃 他叫我去對面雜坡店 買兩瓶台灣啤酒來 我就保訓有沒有賣的 那時候啤酒冰跟露冰價錢還不一樣 我誇張我以前的那個時代 買回來 他有少錢 我爸跟他講說 不用 明天給你 我就好高興 我覺得他可以得到你 我覺得那個其實 真的是有點樣不勝負 可是我覺得 那個小朋友他不會表達 他心中也許有沒有感情 可是第一個他不知道 我把這感情講出來 怎麼會在你 有沒有講出來 所以你好好笑 怎麼恐腹脾氣小哉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這種觀念 你看他那麼可憐 你就怎麼感情不在意 這個他也許想不表達什麼 但是他沒有那個詞彙 沒有那個意向 沒有那個組織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老師的 老師應該教他做這件事啊 對不對 因為寫理不知所言 他不就挫折了 我就受傷了 他不就一輩子通分做我 對不對 他四十歲的時候經過濟州安 然後循環一人講 這種人不理他 我沒有搞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其實 我來的新大教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就是 其實我們不只要把那些 最好的學生 教得更好 同時要把那些比較 不那麼了不起的學生 可以把他們 教得跟大家一樣好 我覺得這才是 一個老師的一個 一個值得所在啊 所以 有的時候 人生有點小錯誤 在青春歲月 在這種無花的年紀 在這種充滿夢想 充滿花香的年紀裡面 雖然 跌了一跤 姿態很堪堪 很多會笑 大家都覺得你丟臉 其實沒有關係 隨著歲月 這些東西會成為你 最寶貴的資產啊 對 哇 感覺太好了 一上大學 多美啊 是不是 馬上會開始 有了人生的另外一般瘋狂 所以我應該把這些詞 全部收集起來 趕快再加 剛剛我沒有那個財 算 後來他又偷偷漲 壞錢會不高興 這樣 我去念那個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當然也許 我覺得跟派貝的出國 銘校圖 不算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出家 但是他派給我很多東西 那種悠閒的步驟 那種把自然環境跟人的生活結合在一起的 仕途結合在一起的那種想法 我發現到現在 我每次去上廠照 我去做一些事情 明明文學講 發表論文 我每次就覺得很感動 感動什麼 不是說看到少年的自由 而是覺得感動 那個環境一直與世各取 我們在台北也就是有了很多天翻地覆的鬥爭 很多的進步 很多的那些改革 什麼一天啊 要評鑑這個 評鑑這個 他們還是那麼美若寫 在那個走廊的鏡頭 陽光斜斜照進來的欄杆旁邊 就知道有誰放長 蕭原民就敬煙 就會有一個老老的老師坐在那裡 然後旁邊就是什麼 此地情無所謂 沒有人在乎 因為那裡人很少 要數很多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是一種悠緩的節奏 我覺得人生在大概20歲左右 你很積極念上天那是好的 對不對 就是什麼福音文啊 你在學日文啊 在學韓文 在學法文 對不對 在多修兩個什麼學成啊 在修福祉 所以我覺得這樣很好 也有戰鬥意志 可是有的時候 在人生裡面 你突然的有個一年 半年 兩年 好像過著類似 半自我放肆的生活 一生的放肆 你就樂 你就沉思 你就欣賞 聽音樂 欣賞大自然去爬爬山 去海邊 交交朋友 跟朋友兩個人 晚上騎摩摩車到海邊 迷停海浪 我覺得你就經歷一下這種生活 不要想他還要找到今天要那個什麼英文小考啊 我自己背完啊 那我也在家背英文蛋 不要 就說 可以當就算了 搞不定永休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 不要跟他講 老師我不曉得空 哎 我說好 你就不用考了 我知道你就往上去鬼混 我覺得其實是不錯啦 對不對 你也可以慢慢地感受 因為年輕的人 經濟的心靈 感受你很錢 我們現在這個年輕人 帶著一種似乎的眼光 去平衡多東西 那要不得 那年輕人覺得很棒啊 對不對 你看那個柏拉圖的也倒了 玫瑰園現在越開越多了 到處開了很多人 你怎麼搞什麼威廉王子下午茶 或是威廉可能就沒去啦 然後呢 這叫十五項的卡片也倒了啦 有的是設計那種很潛惠的一些 對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事件來講 好新鮮 弄得很暗 可能不慢水到地上 每個桌上點一個那麼小的蠟燭 然後曲曲折折 就好像世界一樣啊 然後呢 這個玫瑰園呢 真的是很多的浪漫的大把的玫瑰 然後裡面都是很有氣質的女服務生 然後講 那些我們 能夠去每一位打工的我們的同學 我都覺得他很驕傲很棒啊 是我們的驕傲 所以我覺得去多感受一下生命 多去經歷一下一些浪漫的事 所以我說我很喜歡 我覺得後來對我來講不太急的失惡 也不是說不太急還是誰 可是沒有什麼積極跟熱衷 我後來發現其實師不是一種真的 他當然也是一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後來可能是一種生活 可能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 可能是一種你要求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有那個東西說 但我覺得很心滿意說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稍微的離開生活的軌道線這樣 也是蠻好的吧 哎呀 應該這個不錯 接著我馬上就要看戀愛 對不對 現在就是一男一女 他們跳波浪漫歌舞跳就好 這是一種愛情的舞蹈這樣 嗯 那時候很窮 馬上拿到 轉移了一點錢 人生的第一個夢想就是 我一定要去買一台 第一個要買一支摩托斯克 因為在那個台中那個地方 你沒有摩托車 你每個人都沒有腳一樣 那你是不可能交到女朋友的 他當然就很世俗也就買了一台摩托斯克 第二個就想說我去買一台那種 以前我們叫做床頭音這樣 有兩個很大的打發 然後上面有四格 下面可以那個CT兩對考 就可以A 你知道什麼是錄影蛋嗎 錄影蛋A卷可以考B卷 B卷可以考A卷 你可以把一些空白帶 把其他那個歌曲 錄影在一起上 以前我好喜歡做這種事 所以我從那裡有盜反 然後現在也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上次可以放CT 還可以聽廣播 我覺得那個是生命中的夢幻語 欸 你看我那時候買那台JBC的音響 我才夠好起來馬來西亞做的 就在我們學校旁邊那個小電器行買的 為什麼我才22歲 你看我那次聽20年喔 現在七五已經全部都公主張 連平均都沒得壞 我還是不丟掉 我就去聊外接了 有各種聲音 然後繼續放出聲音來 我還不錯 你又不要真的把他丟掉算了 我說你不要把我們愛情的產物給那個 我還會算怎麼樣 任由我讓一個那麼大一個東西 一點用都沒有 那都是外接的各種車子 那錄影代表都不能聽的 然後CD場也不能聽 那只是我老舊 或者兩個外接一個音笛來放這樣 只有可能兩個喇叭分享還好 我覺得其實人生就是有這麼美好的 要討論要跟好朋友分享對不對 所以人生裡面大概這部分的寫作主題也是 就是你怎麼看待你的感情 你怎麼去認識那個過程 我們現在這兩天新聞都還講 那個什麼自憂生殺你 我就覺得那個真的是特例啦 可是我覺得其實 待會兒講他可能自己本身的性格有點問題 可是有時候 這場感覺有很多 有時候試驗沒有辦法釋懷 我現在講一下人家 對不對 那麼了不起 那個灌難高受的音樂花道 國中的試驗50次了 然後還是在打籃球玩家 好 你看開一點嘛 對不對 真是誰沒試驗過呢 像徐文娜老師這麼帥的人 當年也試驗過好多次啊 對 沒什麼啦 對 但是你們有辦法接受這些說法 嗯 要他自己的心情的調整 我覺得呢這個 愛情啊是一個 其實很少人都想把裡面寫愛情 也很少寫情 那個曾麗華寫過幾兩句而已 而且是那個針尖上的寫作 他在一顆針上面雕刻 一個羅浮宮 寫真的很多人 一般很難寫 因為我覺得愛情它所有的愛情分子 其實是擴散到變成重要的事 在那愛情的過程你會發現一些不同的傳統 會發現一些不同的感染力 會發生 我覺得很多談戀愛的人平常沒什麼 哪一談戀愛是 他就不自覺地變成了一個詩人或哲學家 對 就是一大堆浪漫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有趣的一階段 很快的人生要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對不對 你看他們講這個 就是很開心的樣子 以前我們很浪漫的校園時代說 我們有四種術 叫做相思、苦戀、合環、凤凰 對不對 就是愛情的私得必修的學分階段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如果有到大五的話 那就對不起 我們沒有大五對不對 我們就自行了斷 我覺得那個時候其實我太懂這些東西 我覺得男生有時候學會就是很緩慢 很傻對不對 那個在補書館裡面 後面是茂密的相思樹林 那說在這本楊木的什麼 夜山三文集 對不對 然後在那個套在圖書館的欄杆上 對不對 又是風起的時候了 這小島接近大陸 哎呀你突然就覺得 這不就是人生最快樂的茶 人生最飽滿的茶 讀到這裡對不對 你看楊木就說 秋來的時候秋變來了 季節的地轉是那種的正確 那種的明顯 我們讀過那一篇嘛 就叫做六十公期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夜山閃文集很棒 我值得大家反述的多點 我每年讀完夜山閃文集的影片 我們都同樣會產生那個想法 這要是諸羅賢 我覺得又想盜盤 你大概不是說有什麼黃記 看到那個大臣的詩很好 就說你把這句詩讓給我 大臣不肯啊 黃記就把他殺了 我其實我可能就是這種人 非常可怕的這樣 為了好文章不足 顧一切這樣子 對不對 抬手放下無痕的藍天啊 對不對 哎呀 跑上懂了一點秋天 懂了一點陽明 我覺得我覺得的東西 它不是紙上的東西 它是緩計 它是生命 它是我們成長的過程 所以一把這些東西 一把你的這影片很容易回頭來看一看 像我覺得我們兩位綜合到的東西很棒 你們現在 你們是高一 高一 高三 對啊 你們現在大概16歲 17歲18歲 還是每年25歲還要麵糕 不會 我們不要笑 這邊有25歲麵糕 那也表不行啊 讓他下去嘛 你們現在看10年後 20年後 20年後 你35、6歲 你想想看你 曾經在一個少年時代的秋天夜晚 對不對 跑到季州安邁 也不知道聽許我們在講 別什麼都忘記了 反正就是一個亂跑家伙 可是也是一個人生裡面很重的一個記憶啊 接下來的話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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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了人生的第二個階段 對不對 在那個 欸這是木星的散文啊 前面啊 這個 偶有題啊 樹生初始別無繞迷 烏激悲賴作師也琵琶 那是自己喔 這個也是木星的散文啊 你這樣吹過清涼流 我再吹一塊就知道你不是你 有時候讀到這些路 你跟自己的這個對照在一起 你突然覺得好像冰冷的風從窗戲 吹了進來 每一個門窗上的鎖 都在暗中的力量緊絕 我們每天過一天 每一天都很平安 我們永遠不會記得這麼平安的這些 對不對 今天可能比較特別 一天來記走啊 你可能還稍微有一點可以記 有時候每天就是一成五遍 過了就忘了 那一天其實就要沒辦法很多 可是啊 每一天裡面就有一些很重要的 很增長的很值得我們一再回味的一些片刻 可是呢 這一個再久留念的一天 都會這樣心裡被這麼遠遠的帶走 也就是說都感覺人生過好快 我覺得都常一直講都不知道 我們30歲到40歲的10年 到底是什麼路過 我們現在好像要提一些什麼 那種什麼 那種憑靜 要把你這麼幾年來的那個做過的事 什麼服務 什麼服務過什麼 然後什麼發表什麼論文 書過什麼書 還有什麼得過什麼獎 然後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有什麼重要的一些什麼 什麼績效 等等一大堆啊 怎麼辦啊 那個憑靜 換作誰來弄 我每次弄出來我這樣 原來我這幾年做了不少吃 你看 可是想想這個很重要 跟我的學校比 我覺得任何的這些世俗的點點 它都是一個輻光月 我覺得真正永遠駐留在我們心裡面的其實 甚至很多是混數學有在裡面的東西 人日啊 你們知道人日是幾月起號嗎 人日是那種立的一月起號 就是那天就是傳統的 叫做人日就是管載的人 都應該在這一天要回來 當然我想看這個慢慢的 我們進入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結婚了有小孩了 對不對 你看那個 你看這樣的一個 這應該是一個母親的形象 對不對 你看它跟前面的這種形象差多少 我覺得好感慨喔 一個這麼分方夢幻的女郎 最後終於變得這麼能實愛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美 然後這樣覺得 我都這樣馬上全部打碎 不要看 覺得人生其實都很美 但是不管是這個時刻 還是就算是這個時刻 還是就算是這個時刻 其他都是留不住 過兩年它又是另外一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如此欸 因為有了小孩生活變化很大 我現在都不能在 我在我們家都已經沒有體位 我小孩在客廳練鋼琴 我就知道到旁邊去上網 所以他要來我這邊那個 上網查一名單子 我就要到客廳去看 什麼聯合文學雜誌 反正就是他 要配合他們就對了對不對 那個我現在聽音樂 我可能在我不在家 那小孩不在的時候 我喜歡聽音樂 喜歡聽蘇果特 現在這都紅的歌曲 對不對 我還在書房小聲的 用電腦聽蘇果特的音樂 之後我們小孩在外面放那個 唱油CD嗎 吵死人了 唱油 他們的廠商是油油 這首歌其實對我一樣很興趣 那個大學的音樂 學校也辦合唱比賽 那個慈敬曲 就是阿牧場上去浴流 那個山上有沒有人會唱 山上一白雪 龍街流水 大家就有個德國民謠道 那個流水這一群快歌是很不停 流水這一群快 時間就像流水一般 一面唱這一句 什麼叫 奔赤 你面聽那個 那個悲氣的蘇果特 那個好沉重的鋼琴 然後聲優 你面聽到那個流水這一群快歌的 那個人真是 出來充滿了一種有趣的荒味的 我怕蠻 我怕人要問第九位是什麼 我跟你講就是你把那個人都知道 人家那個什麼金城大被砍頭的時候 你要把什麼花生米跟豆干一起吃 跟吃肉烤牙的味道 你把那個阿牧場上 綠油油跟蘇果特 第九八五 只有五八到九六 也一起聽 這可以聽到第九位的味道 我覺得人生裡面真的是很難研究 複雜 深層 你找不到適當的詞 未來使用你當下那種 自己感到很歡欣 蠻開心的 又有點欣慰的 唉 人分享還不錯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悲哀 我失去了 所以說正是如此 對不對 這個這個 什麼 在這個童謠裡的簡單的節奏旋律 已經可以滿足我對悲哀藝術的愛好了 最後你看慢慢的小孩也成長了 對不對 那個去做過運動啊 買買廚房紙巾啊 這個聽聽產生啊 對不對 講講故事啊 在暮色裡千本萬物 對不對 就是很像那個皮膚油畫一樣 一一一一一的生成 沒有人會記得 這幾百分之間 你記得這個訪問這段三個月 不會有人記得 我們曾經在這樣的夏天傍晚 還有心裡的這種懷念 所以我覺得寫作這個很好 我覺得在座的朋友們 也許你不見得要當作家 不要出版本書 我覺得有機會在你的部落格 現在你沒有人家部落格 在你的臉書啦 在你的什麼什麼那種上面 甚至你有一本小小的基本 我覺得偶爾寫這些東西 其實很不錯 不是說你現在有什麼錯 你寫完了也會把他丟著 隔幾年 你寫那一故事 重新翻一翻 你才覺得人生裡面是有它 你這個人生畢竟沒有擺過 而且你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妨 真的寫寫寫寫 不要說寫寫寫 我們小時候你要求寫寫寫寫 你知道嗎 好煩還要記什麼天際情 你那幹嘛呢 有時候早上下午下午出太陽 你怎麼辦呢 對不對 然後還要寫我們今天的什麼 什麼工作 什麼幫媽媽疊衣 什麼讀書 讀了唐詩詹白首的蠢月 信心的感想 我覺得我的數學都沒有好好 寫出我練習不夠 以後一定要好好的認真的做行 這樣才可以趕上我們翻過王世強同學 報告完畢竟造詩 我覺得這比較日記啊 那是怎麼流水炸到乳啊 對不對 要寫點讓你生活中 你剎那的心靈感受 那一點點的感覺 你當下看到你覺得很生動 可是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那一把記下來 有一天你在悔悟的時候 你在卻悟所來盡的時候 你就了解啊 最後這樣我真的是看覺得很沈 很不高興啊 我昨天還特別把我帶 叫我來說 你覺得這樣這個設計 這個詞偶有沒有很大的問題 你看他的那個兩邊的髮線 背後的很厲害 我現在就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正拍去剪頭髮 我那個幫我剪頭髮 那個小姐你幫我剪十幾年 我每次學老師這樣 喔 學老師你在掉你的胸 快出囉 快出囉 我跟你講 給他一句 現在還為什麼做成這個樣子呢 重點起來呢 沒有那麼慘吧 大家就好他們自己也是這樣 小孩剛剛長大以後 又回到兩種世界了 對不對 這個是李爾克的世界真好 對不對 新的那場性 然後他的機會在明明的小心之後 入夜分分 這些李爾克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講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要講這個就是說 其實桑文的一個寫作 桑文的一個內容 其實不是你 就是維護你的資格 把你自己覺得以前你留意或無意感受到你悅度的東西 重新拿出來用你現在的一個全新眼光 來審視它 來感受它 來表現它 我覺得那是最好的 然後帶來我們分享的心情 讓周圍的人 不安了 或者說你 你這種感覺 我好像也有過 可是我沒有把它寫出來 被你寫出來 可是我看了你的東西 我從前回到那個感覺 也覺得人生是蠻有滋味的 我覺得他是想 最好的 就是夠了 我想就報告人家 就用一個孤獨的小孩 其實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很精采 我們都是來講 請徐老師繼續講下去 謝謝徐老師 他把他自己 其實大家注意看的話 他其實是把他自己很多的文章 我覺得他適合非常 為今天這個做了非常大的功課 就是他把他自己的作品裡面 依照這個 其實今天在演講 其實也是一篇很棒的文章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謝謝徐老師 我只要講到 非常精采 我們自己的文章裡頭 那給我們很多很多的啟示 就像他自己提到的 勸募所來 這個名字很文雅 我覺得很怕我講錯 勸募所來盡 雖然我也是中文系的 謝謝徐老師 不過我覺得他自己當然 他沒有刻意提到哪本書 哪本書 而且他還先提到說 他自己最喜歡的兩部作品 其實我覺得他 我自己在看他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他作品還算熟啦 應該是熟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覺得你覺得 我想問你覺得 你覺得忠於文說 你從西到樓水餅之後 是一個風格的 不一樣的風格 你自己覺得呢 他說那個是一個崭新的 徐氏風格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 寫作什麼最難 我覺得在座 有一點寫作經驗的朋友 或是你去看很多 我想在座應該說 對文藝的愛好者 寫作裡面一個最難的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寫得好不好 對不對 你寫出來 你怎麼知道自己寫得怎麼樣 有時候你覺得很好 別人看說你這寫得差 有時候你覺得 我這個寫得不能見到 人家看的驚為天人 你整個是世出的天才啊 所以 自我作品的評判 那第一個是寫作的困難 所以我們常鼓勵要說 你要學寫作 你一定要多點想 你讀了以後 你知道這個好 那個不好以後 你才能夠針對自己的作品 做出評價的修正 這是第一個 寫作難以讀過的 第二個寫作最難讀過的要是什麼 就是建立自我公開 我們所有人的寫作都是去模仿拍的 一開始我們都模仿很多人 模仿楊木啊 對不對 模仿余光中啊 模仿齊君啊 對不對 模仿木星啊 模仿董喬 都模仿 跟模仿人不能永遠模仿下去 所以寫作它有時候 你怎麼樣一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風格 那風格不是一個單純的風格 就是說你寫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腔調在寫 你要帶給人家是哪一種趣味 或是哪一種韻味 對不對 像那個大陸有個作家 我幫你們看完他的衣服 叫做毛肩嘛 他在大陸還蠻多毒證的 他的東西有時候 看滿有趣 他看多了好像就是 他的風格就很一致 就有點嬉笑木馬那樣 開玩笑那樣 很幽默的 有點尖酸的那樣 然後酸你一下那樣 你就被他酸到了 哇 我承認我就是這麼想像R17 那樣子 所以怎麼樣建立自己的風格 你以後自己的風格就會有一個辨識 人家一看就知道 這已經是叉叉叉寫的 這已經圈圈圈寫的 對不對 你可以在這個風格裡面去發展 很多你的藝術的那種建構和創造 那接下來第三個部分其實更難 就是你只要去突破這種風格 因為這個風格是你好不懂 你去建立起來的 你看一下風格沒有要走 你要能夠去建立這種風格 那花很大的也好 那很費力啦 而且你要常常嘗試失敗度很多 才能讓他們都摸索的條道路出來 可是你好像是一把彎子 你要去做它 要去把它打碎對不對 什麼打碎了 什麼重新再做對不對 就是你要把它弄 拆掉以後再重新丟它 整台再開 那你不要困難 可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就是 你喜歡寫作人 不是你說作為作家 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不斷的取私物 你如果永遠就是走天涯 也可以嘛 就常常也行 像水潤在網路上 應該是傅月安提出的 他討論過你就是 到底年輕學的散步 年輕學你們不知道 可能比較年輕還是沒看過 有人說很不好啊 有人說年輕學就是那個樣子 可是老是講的年輕學 我就在上面留言 我說他的作品我說實話 我沒有都看過 我看過一小部分 可是我看過的 我都覺得很難 我都覺得奇發文 甚至他在報章寫一些雜文 什麼經過一家店在賣饅頭 他就進去買一個饅頭 一家配插車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寫作品 就是一種甘雨 但是他後來寫很多 有些說裡頭 講一大堆多說 都是把人家故事拿來這樣重新丟 這也許沒什麼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一直沒有圖過的話 我們就給人家這樣質疑 他好像永遠都在重複寫自己 一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是一直想要去做這些重複 尤其是我們這一代的寫作者 對我跟忠義文 大概這樣 我們的背景來想都是念書 然後都是從文學獎裡面開始 以前我們一定要對文學獎才能受到重視 現在很慘 現在對文學獎很明明 文學獎慢慢要試文這樣子 他的那個性度跟他那個強度已經不大夠了 我覺得這大概有很多原因 就是我們今天有講 下次再講這樣 那問題是說我們在寫 我只要去德文學獎 他是有一定的一種操作方式 有一定的一種設計 就像今天你要去 你是導演來拍部電影 我是要拍那種票房很高的 還是要拍那種會得獎 對不對 還是要拍部50年後 還會給人家提出來的電影 那種的策略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早期我們在參加 我們都有一套寫作策略 可是你參加過以後 你參加了從一個學者變評審 你從一個學生變老師 有時候你就不會想再去經營那套策略 就會想要換一套房再試 有的人換得到有的人換得過來 所以說就決定看你的文學道路 未來怎麼走的對點 所以我自己是一直在思考 怎麼樣去改變跟創造 無論在內容上也好 無論在寫作的方法 還有整個對應散文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在改變上 我後來這樣子也吸照我隨名的東西 我一直想覺得其實隨名這種應該是 我覺得是我未來很想去寫的一種方式 一種態度 其實什麼都可以寫 也不要寫得很長 也不要那個語不驚人死不休 就是把大家正態的無語莫名 也不用都不用 就是把一些很簡單 像我剛才講的 把那個我們對自己生命的一些 小小的維護跟感受 三行兩行三言兩語的分享給各位的朋友 然後大家可能也許有感覺 也許可以感覺 那我覺得那也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怎麼樣把這種東西發展到 有一定的水準跟有一定的精緻的成績 能夠成為一種文體 我覺得這個是我蠻想寫的 那另一方面來講 我覺得因為自己有小孩 剛才其實 剛才台灣的 兒童的文學 兒童的教育 兒童的這種 這一部分其實是很流落的 我們大家看看翻譯的東西 要不然是歐美 要不然是日本 工則閒置 要不然要看民主視頻 我覺得我們太多外來的東西 我就想想說 你看我們 我們歷經了那麼多代 可是台灣有沒有人在寫那個同時啊 兒童的時 換句沒有很少 寫得好更是動貌文教 到現在大家看同時還在看楊患 我不是說楊患嗎 楊患哪裡適合看 還在看靈良 他現在80歲了吧 他還在努力 還在奮鬥 還在寫出我一線啊 對 因為沒有人寫他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覺得 我們有沒有可能 為我們的下一代 每天在講什麼教育概要 每天在講什麼什麼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 上課怎麼教啊 是學生為主教 我覺得這很重要 重要是你有沒有辦法教出一些 給我們的小朋友 一些真正好可以讀的 讀起來 可以這樣提升他們智慧 然後增長他們心靈的那種 對 而不是還是那些 那些差不多是那個樣子的東西 但我不是說的調料 我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現在也蠻像就是 寫一些給兒童 寫一些給青少年 他們 青少年要反而是看大人的東西 要不是看小朋友的東西 它有點尷尬 那我覺得就是 專門為這樣的年紀寫一些 適合他們閱讀 然後可以做一個橋樑也好 做一個過渡期也好的東西 它可以閱讀 同時這個東西就是 等他登 從長大 甚至承認回頭來讀 大人回頭來讀 也覺得還是蠻有味道的 其實是穩囊的 但我叫這個穩囊 所以希望大家多給我指點 以後看到我 我當時覺得寫得很差 你就打電話寫Email 或是直接跟陳祝光講過 那個尋規能學太差了 跟他講一下要怎麼寫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都延續經濟的時候 我們跟您說 感謝 謝謝 你說鐵青少年寫的東西 它事實上 你其實蠻注重下一代 這個語文教育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本書叫 《九之文藥》 《九之文藥》 是一種關於 其實那個比較 還有一點點教育性 那個創作 比較偏低創作 那你現在 你前陣子不是還有在 《國語日報》 會青少年寫的嗎 你要不要談一談 你會青少年寫正希 當然這應該不是 你跟剛剛提到的一種 創作類似的吧 你要不要談一下 我覺得 那個 讓我很自豪實力的 很多雜誌 有時候被我們訪問 我覺得 能夠上什麼 硬殼 對不對 上什麼文訊 那都還好 我覺得我最可惜 是我上過這個 媽咪寶貝的 簡稱媽寶 那個 人家會派了那個 專業攝影師 來拍我的家庭互動 那個 來你抱他一下 來你 那個 上媽寶是那個 我就可以在 我文壇的朋友前面 哎 你們去什麼法國的媒體 反而有什麼 你上過媽寶嗎 當然就落下 我們就可以很得意這樣 對不對 得意癢癢 那對國語武道也是適合 我覺得 我小時候看了 我們那天還有訂國語之道 訂到我上國中的意思 就不國語了 那天就開始要讀音樂 我覺得那首國語武道 他媽媽說 你不須亞裏 更不愉快 我總覺得人就是有感情 這是你小時候讀過的東西 而且小時候 我把國語武道想看很神聖 你知道嗎 如果說我們 龍岸國家有一個 今天文章跟國語的報索 召喚的時候 校長都會說 我們今年五年三班的 叉叉叉的文章 跟太國語引爆了 請這個什麼各位老師 什麼回去給全班小朋友閱讀 剛才那天是因為我們很像名人的 下一個當然是全阿群 這就是很了不起 所以我就覺得 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 所以他找我寫 我也不自量力就去嘗試一下 可是我也在寫過程中 我覺得平常的這種寫文章 就隨便便便 但我是比較喜歡多改其次在投稿 當小朋友寫的家庭 自己的那個要求會有點高 其實我這句話會寫太多 有沒有罪 有沒有不通順 有沒有措字 你還真的常常有措字 會被那個 讀貴到讀者很可怕 因為很多老師這樣 你有措字 他會打電話 或是寫信到報社區 跟校對 他還幫你把字都圈出來 然後寫一個請訂證 然後紀委照片 他好像沒有法寫實驗 而且你知道貴州汉嗎 他是助理派班 對 助理派班最麻煩的問題 就是讀音的問題 就是破音子 對不對 那個很多人是很 他是專門在修訂那個 教育部一致破音子 他最喜歡找你這個 就把你圈很多出來 這樣就改進了這樣 所以那個壓力比較大一點 可是我覺得做那個其實我覺得 蠻有意義的就是說 雖然也許有東西 並不多麼生動和精彩 但是我覺得 如果有一些老師 或者一些小朋友 他們讀到了 還覺得蠻有意思的話 因為我總覺得 那就是 我就覺得我的人生 又更加圓滿一點 結果你看上帝都覺得很好 有一天我家 我家對面住一屋人家 有三個小孩 突然他們那個媽媽就 不好意思的開口 還以為是怎樣 電燈壞了 然後叫我去修 我說 欸你是不是就是那個 我一直包上那個徐國的 我說啊 這個這這這這這這這 我說是啊 是啊 她說哎呀 我很小朋友在看你的文章 我就在想 這個應該是不是就是 住在我們家對面 所以我就想 那也許裡面的一些 一些獅子啊 或者看一些人生的方向啊 或者一些比較勵志性的內容啊 也就是我們太輕視勵志性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嗯 我們以前的教育 學校教育太重視勵志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大家就 人都很短判 我們就有判醫生 就是要抗起 總覺得老師叫我們要勵志 我就偏不要勵 有叫文化學運 那可是 我總我現在要發想 其實有一些正面的勵志 就是看你怎麼去詮釋它 你怎麼去表現它 你怎麼去用一個更寬容的心去 跟大家談這些東西 所以我蠻想去謝謝這些老師 這樣越活越回頭了 沒有錢那種瀟灑的 學洋中在書館方面 怎麼秋來了 秋變來了這樣 可是我覺得那是另外有一種 就像那個蘇東路的詩啦 一年好景橘橘季 醉世成華主經史 成柳丁跟橘子嘛 不像春花秋月什麼的美麗 但它還蠻實在的 那希望我們可以解釋 一些比較實實在在的東西 謝謝 那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會為那個青少林寫的好像 那我們來談一談 你的未來的害怕 因為我看到你那篇文章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寫你女兒那個木頭心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耶 你寫那篇文章 你自己說啊 你明天的時候 愛讀魚光中 後來就不愛讀 可是現在到了 到這個時候 看著這個女兒就想 想到她那個小明星的時候 打一打這個木頭心 其實你這個文章 我會一直想到 魚光中的四個家鄉 對 魚光中的詩寫那麼多 他寫好多詩啊 從梯本到我們天國的夜市 周子雷哥藍色羽毛 一直寫到最近 對於我們八個 上次得獎的話 又有一點的詩 有一回有忘了詩在成長歌 問他 如果你最喜歡你的詩是哪一首 他說他很喜歡的時候 他自己寫的叫小木子 有可能聽過嗎 我說不是 你自己最喜歡的不是那個 白玉浮瓜嗎 不是武漁少年嗎 不是那個什麼 對不對 那個什麼 聯想 我一趕找找找 找了半年終於都找了 這個詩寫好短很簡單 什麼什麼 小木自己的學生 他的女兒穿著高跟鞋 咔咔咔咔咔的關門耳訊 他就想起 小時候 他的女兒穿著小木子 朝他跑來 這樣就褲子在他身上 就這樣一首詩 我說啊 魚老師你真的 所以先 我也很不敢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 不敢 不敢 那個人的電話是很大的 就是 你真的要有一點精力 其實 有時候有一段很爭執的情感 可是其實情感這個東西 我們都一直以為情感是永恆的 是天長地久 是不是 情感變得很快 可是當我們以為人很無情 人會隨著時間、成長、環境 很多情感都變了 小的時候一定是爸爸媽媽最偉大 上中學的人一定是朋友最偉大 上大學的這樣 像這個那些小師偶一樣 一定是異性、一定是情人 一定是跟你 就是你的愛情的情之所中 對不對 我會覺得那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人太無情 怎麼你就把過去的東西 可是有一天你會突然發現 其實不是 雖然 上大學他可能有很多的愛情追求 可是其實那個親情還是不在 那那個又親近來的這樣 只是他不一定表現那麼親密 所以我覺得其實文學的東西 他有時候知識不外 他有的時候是比較去 告訴你 其實人的感情 除了你看到那個表面以後 他應該還有一些跟神的東西 只是看你有沒有 你又不願意去沉淺進去尋找 所以我覺得那個余老師 那個詩節的確是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蠻動能的 蠻精彩的 就是說 也許每個人都會擔心 自己最愛的人 他去愛的人 可是我覺得他的想法是說 其實 縱使他好像就愛你 但是他對你的愛卻是 就是跟以前一樣 是從來的感應 我覺得我蠻佩服的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主題 子女老師實在是一個非常多情 非常犀利的一個大詩人 他那篇文章的時候 在他這本信書 那個詩人不在 戳軍區 那篇木頭溪到 喔對了 你這個書名為什麼取這樣的書名啊 這個 其實我剛剛不想了很多很好的 我被人家出版社衣服去 後來我毀了 我都有去抽菸 現在毀了 然後回來以後就有輸入 其實沒有好 我沒有去抽菸 我家裡不抽菸 對 因為你在如菸的那邊 因為我家裡也有說你們抽菸 對真的是讓人覺得 唉 人生的快樂一點點這樣 那麼多 對 以前說你不能抽菸啊 不能喝酒啊 現在說你不能喝咖啡啊 你不能喝什麼 搞到之後你是什麼 什麼都不能喝酒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有的時候這裡面 它有個都是一些 跟詩有關的 從一個詩句引發出來的一些聯想 那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就是說 我覺得詩叫我剛才講 它不是一種文革 它有時候是一種態度 是一種生活 我們每個人都是詩人 我們每個世界都住這個地方 可是有時候我們感覺不到詩人 我們覺得生活很乾燥 覺得日子很無聊 覺得現實很透明 可是我覺得 你都要想 也許那是進駐在你的心中的那個詩人 他稍微出去抽給你 他去自由一下 等他回到你的心裡 你要再用那個詩人的眼光來看這個詩人 你要再去找到這個充滿詩密的一個差別 你覺得人生還會真正的燦爛 你覺得人生還會真正的悠長 所以我覺得 嗯 對生活很把揮 然後現實很無聊 嗯 不過沒關係 詩人不在 他只去抽獻 這樣就未來 對 我們不要脫離了詩的生活 所以這個徐老師在裡面 我們在有說 詩情總是出現在這個人生的細文處 其實今天我們謝謝你徐老師 今天我們講這麼精采的言論 然後從他自己個人的創作 然後人生 然後又講這麼幽默 那我相信 你們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他 有沒有問題要問徐老師 不要問那個第九位 那個是你香港的考試題目對不對 我覺得很絕耶 這個2003年的文章 他怎麼知道2014拿來考試啊 是哪個高人啊 其實那也叫做 實無英雄使素子成名 我就是那個素子 沒有好文章可以選 沒有 我覺得他們其實有時候想選一些 那個大陸和台灣的作品 因為他們香港的 考他們有時候希望 比較說特別的執照他們想搞到國家 那大陸作家他們可能 他們現在對大陸的那個情感複雜 就是有 他們就不想介入那個複雜的一個身份 所以他們有時候想法律習慣 找台灣那個作家的複雜 所以可能找一找他們 我們課程就 結果就遵他來實習慣 你是香港東學的嗎 他們是那個 他們那個香港的高中畢業 他們還有一個會考 就是你會考通過以後 才能取得高中學位 那他們會考考得很不大 那個 就是他們就是 他們協作專門就有一張考卷 就是考協作 那好像是報告分 那大概有九到十二道題 都是問答題 那就是讀那個第九位 然後就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結果他那個考出來以後 那個 哇那天晚上我還知道 香港有這麼多媒體 什麼東方日報什麼 蘋果什麼 哇那天天一直找我這樣子 就覺得哇好像突然 得諾貝爾獎在 我們到香港去了是不是 對 我就覺得 甚至還有香港的學生 高中生 寫一個 後來我就說 腦中都空白你知道嗎 那些問題我都不會回答 我就回答 結果那個 第二天他報紙還根本 還拿去問他們那個香港 他們叫做考評局 他們也有專門考試的 那考評局的委員還說 如果這種答案的話 大概只能得三分 那就是六八成就三分 結果那些人很 香港記者寫文章都很 什麼考評局的見解什麼 原來語言什麼 比原作者還要高明許多 原作者都難才能得三分 那我們的同學又能得幾分 就這樣跟香港講 對不起我錯了 所以有時候 人生真的是 雖雖發生一些 你實在是沒有辦法 預料的事情 就這樣 就很敢去香港 大家的問題 除了第九位 那個已經香港考過了 我們現在再考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許老師 嗯 還是許老師講得太精彩 你們還在回味喔 什麼問題 我問你啊 剛剛提到說你爸爸 你爸爸不是在開餐廳嗎 進這間樂園嗎 所以我其實一直想問你這件事情 然後 我爸爸有做過很多事情 然後開始過 就是他是一個那種 中下層的軍官 退伍之後 對 就去先是想開水電行啊 然後想去跟一些他的老鄉 和我排餐廳啊 然後還想去那個 去 我爸最了解 然後還想去發明一種 怎麼樣那種瓦斯 他用一個發明的電盤 就去把這個自己做 把瓦斯爐來 把上面那個瓦斯孔改成那種電盤 就可以少了 那一座出來 那也沒有人會把他包在下 那後來沒有去做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就是他做過很多事情 他還去做工程行 他也還開過 我們家還有一個 他還有冰島園 他還寫的那種信實工程行 我就想說 我爸這個有一個內閣登記嗎 那是一部亂取吧 對不對 可是你媽媽還是病 我看到你的文章裡頭 你剛說中茂 但你媽媽女外婆她們 所以我你剛剛講說 你外婆那個拿到國軍文藝金像獎 那個我在想 你剛才想的時候 你剛才想的時候 後來我懂了 那是國軍文藝金像獎 然後 現在 現在 而且文學講太多了 其實以前國軍 以前台灣很多文藝早期的 就像我們台灣很多 軍中作家一樣 所以當初還有國軍文藝的金筆獎 金筆 那個司馬忠元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他還有第一屆金筆獎 什麼優秀青年 你現在認司馬忠元是優秀青年 就是多麼遙遠的事啊 對啊 那你外婆是開貿易 你們家又開什麼 中茂嗎 我跟你講他那個 其實事外 我也是這兩年才弄清楚 那個 他們其實就是 大家有一群他們的朋友 就合資去開公司 外公把他們就合資去開公司 貿易公司 我們不知道是做紡織貿易 可是紡織貿易 他們其實沒有真的在做貿易 他們只是在賣配額 你知道嗎 配額就是說美國還會開放 譬如說台灣有多少配額 可以賣多少成材 賣多少人去 你就可以去 你是有公司你可以去申請 那你申請 你可以出來賣其他的 你的下游廠商 他們其實是在做那個生意 那我也不知道 那這種原來也是一筆生意 你知道嗎 一想不到 我早就已經那個 已經飛雲散了 那他自己 我外公自己也滿 他根本不適合做商人的理由 這是蠻串的一個問題 我的很多 我現在在大學用的書 或以前唸書的 在中文寫的書 很多是我外公留給我 他沒有留給我 這是他不要 他去世以後就是放在你們家 所以很多書上都還有他的筆子 我還是有時候找到一個書 叫唐詩一千首 你們大家沒有看到這個書 你們怎麼看唐詩三百首 唐詩一千首是金證探學者 一千首唐朝人的企業律師 那金證探學者做品書 我後來知道 那個書其實叫做什麼 金批什麼唐才子的律師 那我外公還密碼做了好多不及 我想說 他這個學問在當今應該可以知道 他寫個博士論文沒有問題 我就把它抄一抄一變我的學問 沒有 我就留為珍藏 有這個紀念 所以他們那個時代的人 我覺得有點他們那個時代的風運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的 可是他們 由我們現在的眼光來講 他們大概都是一些有點 有點失憶的那些人 就像那個 你看那個白仙湧寫的那個 台北人裡面 永遠的影學院 永遠的影學院裡面 永遠的影學院裡面 什麼龍油淺灘招架石一樣 這是他們人稱的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那個時代真的是 一個蠻特別的原因 很風靈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太小了 沒有真的 真的進去感受過什麼 只有在他的外國區 感受到一些他的那種氛圍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在看老師的文字裡面 有很多就是 把補點實質 換在現在的 小文的 製品裡面 然後 想要請問老師 是 怎麼 把他 就是 我覺得還可以幫你 謝謝 我有的時候覺得那個是缺點 有的時候覺得 也只能那樣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是內化 就是他有時候 我覺得小時候讀的東西 容易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 小時候養成的習慣或觀念 很容易不知不覺的 就在你們言行中流露出來 我覺得 因為那種人寫作造 就是比較 就是 兒童時代 青少年時代 所以說他慢慢的成為 你的思想的一部分 所以說你 有時候想問題 就會從這個方式 從那個地方開始去出發一次 所以你寫作者 就在寫詞 這樣就流露出來 可是有人覺得我那個太 太調書來了 太賣弄 太那個 我也有時候也突然有覺得這個問題 有時候我也想避免 可是想避免都不知道什麼寫 所以有時候寫作就是一樣 所以我剛才講 寫作要突破自我的風格是很困難的 因為那等於你要創造另外一種生命 創造另外一種價值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不是一個 在寫作上可以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要慢慢的去克服 如果說就是你要拿 不過寫作也就是你要有一個自覺 如果說你知道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的時候 在寫完再修改的時候 你就寫其實寫作寫作 我覺得寫大概只佔30% 後面那個70%是改的部分 你怎麼去把改的更好 我覺得是 所以先把初步的寫作 慢慢一點點去修正 我覺得這個才是 這是其實做的一個良心化 謝謝 那你會不會覺得 這樣的水筆是書詞式的 會不會讓你的文章的篇幅 會變得不長 我覺得看你最近的文章都不長 那是因為太忙 沒有辦法寫成文章 還是自然而然這樣的風格 就是人家的篇幅 我最近這年真的是很奔波 很盲目 那個白頭髮多很多 我覺得寫作有一個 寫作不能太閒 你不能說什麼 我就說外國很多 什麼到鄉間別墅去 然後出版社提供他三年的生活經帖 他就在那邊寫一部小說出來 結果到第三年都沒寫出來 他就要取槍自殺 你看你能出版社比黑道還可怕 賴一船就有大約黑衣人 你小說還可以幫我交稿 那樣子 什麼猴龍柱就翻出來 所以那個 文章寫作不能太閒 可是你也不能太忙 太忙的話你會被 不是說你沒時間 是你沒有那個 心神去凝聚 去集中 就寫作有時候 你要慢慢的把一些東西 把凝聚在一起 那我覺得那個凝聚的過程 需要不能不受到太多 鼠式的打擾 可是以前是哪個詩 正要做我的詩 就是人家就來敲門 你們要醜睡 還有那個失省的全部 所以我原來想說 他需要就是 就是那種不鬆不緊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我最近這幾年說 真的很那個 我是自覺的太忙 或壓力太大 然後晚上都睡不好 所以我就 有的時候真的是 沒有辦法進去 那有的時候寫一些比較短的 就是當下的一些想法 所以都帶著一個分享性 不在此 也嘗試想說 等我 唉 等我了確人間的恩恩怨怨 我就要請你 你要提供我一個韓民別墅 寫一年幫你寫個賞人情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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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台師大師 國立大學 這個是 公家機關 他可以提供你 一輩子吧 對不對 不見得 不見得 憑間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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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還有寒暑假啊 寒暑假都要做一些學校工作 是 那我想你應該是很認真的老師 他應該是很認真的老師 而且我知道他還蠻瘦學生的 歡迎你的老師 學生都很喜歡這個學老師 那是不是因為太瘦學生 歡迎做你很忙啊 沒有啦 就是人間總是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對啊 對 就像你再說回來 女女兒幫你脫去浴室一樣 對 我還找到了 今天實在非常感謝這個 徐老師跟我們分享 真的沒有問題囉 其實時間是已經差不多 其實徐老師已經超過時間了 因為他講得很精彩 所以我們沒有放他走 今天謝謝大家 如果你們有問題 可以朋友再問他 隨時啊 隨時啊 客戶或各種方式 對 演習啊網路啊 對對對 那其實徐老師的星座是 他們沒有拿錯的 結果竟然是我拿錯的 就是這個 屈人不在 抽煙巨冷 當然他下一個 我們還會出 但是在明年的事情 對 明年我們會追出 徐老師的星座人 大家先看 徐老師的東西 不多 但是很精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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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